今天去银座爱马仕店 买了两件小东西 这件是为了配合冬天的皮衣 买了一个金色的丝巾 然后一个小推理 自由芝麻呢 还有一个蓝色 还有一个橘色 不过我觉得都不太适合我 我就没有买 T-Time呢居然也还有 但是被别人抢了 我也没有买到 好了咱们现在打开看看吧 先看这个小推理吧 我呢都是比较颜色鲜艳的推理 前两天呢 在我去的那个二字鱼穿店买到 这个是搭配那个 我今天装着穿着一件白T 西装呀 平时上班的时候 搭配的 这个看着颜色 就是比较柔和 看到有很多这种颜色 带上给大家看看 我觉得那特别好看 搭配衣服什么的 你看它这个特别有爱马仕的元素 然后这边也是爱马仕可以放在前头 它这个像马鞍一样的 配我这个H项链还挺好看的 它那个自由芝麻我犹豫了半天 它有橘色和蓝色的 我觉得那个橘色的特别有点显得我皮肤黑 所以我也就没买 今天装把头发扎起来 你看它这样侧面看也是很好看的 把它系成这样子 因为我系丝巾很随意 我也没有不太用丝巾扣 因为我的塞尔斯说 丝巾扣太沉的话 容易把这个西路骨 就是这个丝绸拉得很长变形 所以我不太用丝巾扣 我有时候把这个小的箱纳拆下来 也可以倒丝巾扣 是不是很好看 这个配黑色应该也不错吧 这是它的新款的 一个我跟它说我有很多 我有蓝色有绿色有粉色有橘色 那我就是没有坨色 就是比较暖色的要 它就给我推荐了 这一块 这是两面 就是它两面都可以带 看 是这个 这一面是这个米色 这一面是橘色 橘色吗 就是橘色 就是两面都可以带 那打开来就是这个样 看了见吗 这是这面 翻面是这面 看到没 它两面都可以带 我现在给大家看 这个是90成90的 是不是很好看 哇 这个配黑色大衣 橘色大衣 还有皮夹克 好帅 好冬天的颜色呀 那这面也可以 它是这种配色 然后你把这个黄色露出来 是不是也很好看 我这样戴也可以 哇好好看 好温柔的颜色 显得皮肤很白 这花纹露出来 你看我把这个黄色露出来 哇真的太好看了 两面呢 所以我挺建议小伙伴们去买的 这是我今天的购物分享 祝末愉快 拜拜 这个小伙伴们去买的